短髮高中女生谢雅珍 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 是不是你的身体 白天在学校上课 晚上在公庙帮信众处理大小事 由郭书瑶饰演少女仙姑 由公庙加上高中生的浪漫生活 够本土却不俗烂 我们都应该争取身边的人 暖男学长阿乐深情一吻 第四集的纯爱场景 收视率一度飙破三创下高峰 原创影集《通龄少女》 在国内爆红之外 因为和HBO Asia携手合作 同时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等23个国家播出 在国际上窜红 你的故事自己说 但是透过外人的手 让你的影响力可以扩大 《通龄少女》这件事情的成功 只说明了台湾有这个实力 有这个潜力 但是谁来把你送出去 而且用什么样的方式送出去 HBO Asia向众台湾说故事的人才 与多元议题没有看走眼 六集制作预算 2100万元台币 当中有不少的限制 刚收到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曾经收到一个限制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不要讲远南语 我们花了两年青春的用尽心灵的努力 就是大家喜欢 导演说整部戏拍摄的最大挑战 就是语言部分 必须要有人在旁协助 才能和剧主顺利沟通 不过贴近在地文化风格的内容 更让其他国家的观众 能近距离一窥台湾民俗 我终于理解 真正的超能力 并不是通灵驱魔 超度这一概 所以现在说 每一星期 好像一星期和一天 开座时间而已 就是什么 而是面对生命中的种种无常 还能够坦然的微笑 然而台湾的戏剧人才 借由国际平台展露头角 通灵少女的成功方程式 文化部也正在积极复制 我们成立了影视投融资 内容产业投融资的 专业协力陪伴的办公室 那就是希望 你可能适合擅长创作 可是你不擅长筹资 或者说 你有不错的制作的企划案 但是你对公司的营运管理 进到资本市场的 这个游戏规则不熟悉 那进到这个办公室来 让我们请专家顾问团 来协助大家 其实不光是说故事的能力好 公室的Plus7 科技新机制 更是功不可没 首播七天之内 可以随时透过电脑等平台收看 不到一个月 公室增加了十万名的会员 缔造惊人的网路口碑传播效益 现在人的生活习惯方式不太一样 不再像过去一样 只有时间到了 非看不看了 你就错过 不是的 而且所谓的收视率 其实也推翻了过去既定成熟的一些概念 HBO来台试水温 成绩不俗 结局4.61 代表同时128万多人在看 现在更有影迷们期待 同龄少女再拍第二季 台湾文化题材的作品打下强心针 软实力乘胜追击 期待在国际发光 借温凯成张红台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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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